让escad 老板 做永生花的办法 真的是零零七想的呀 嗯 可以啊 有两把刷子呀 不妨你挖空了心思地培养它 是啊 我也没想到 零零七竟然能想出 这样的奇招来 这个零零七啊 就好像是只 含苞待放的花朵 虽然我见过它 无数次的开花 但他 等到真正绽放的那一刻 还是会给你带来 惊喜和感动的 好一个罗曼迪克氏的 一花玉人 你这戏过了 你戏就不过了呀 那个 我先走了啊 我觉得你这个病啊 不能再拖了 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了 抓紧时间找医生看一看 不是 我的眼睛已经好了 好了 这么快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次应该是你恢复时间 最短的一次了吧 不对 你最近几次发病 恢复的时间都很短 这一系列的变化 就从你认识007开始 巧合吧 007又不是医生 他怎么不是医生啊 他大学是学医的 动物医学 我当时还笑了半天呢 他来报名的时候我就说 一个兽医来报考花艺 这事儿太搞笑了 不过他的这个专长 也算是从你身上得到了发痒 出去 你干什么 老板 你太冲动了 我的意思是说 在他们看来 你跟阿猫阿狗的区别并不大 我 哼 是 呜呜